回来带您关心新加坡旅游展在昨天开幕了 观光局组织了庞大的餐展团除了台湾馆准备了台湾美食之外 喝的玩的甚至什么都有 周边的旅行社也在强力推荐各种台湾的旅游产品 带您一起来看看 新加坡旅展充满了台湾为庞大的台湾展馆 升起醒悟的台湾新气球 观光绝更邀请了红豆饼师傅到场示范 让大家尝一下真正的台湾美味 还有喝的晚的以及结合街舞与民俗风的表演 充分体现台湾既传统也现代 祝新加坡代表谢发达也特别到展馆参观 为台湾业者加油 希望我们国内的业者能够充分的利用 能够让更多的新加坡人到台湾去 观赏我们的美景了解我们的文化 除了台湾馆挤满询问的民众外 厂内不少旅行社也在推荐台湾旅游产品 自由行的产品也渐渐的在出荣 我想这些东西都会符合到我们新加坡 赴台旅游市场的一个需求 去年新加坡有超过32万旅客访台 增长近一层 以旅展的情况看 今年也会有不错的增长 像是中市记者李景华在新加坡的报道